在上一集中朋友问道 水淹战是痛快 可那是制造水灾 那城里百姓可惨了 我说那是后人跟史书学的水淹战术 因为史书记载简略 后人也学不到水淹战术的境界 这种战法韩信跟他师父学过 对他来说太简单了 韩信命人绝沟的时候 早已经装好了沙袋石块 等费丘被水泡得差不多了 就叫人填堵绝口 重修堤坝 加固了渭河 古代城墙都是土夯的 水一泡多出塌陷 城塌陷了 但是河岸堤坝已经被韩信修好了 所以没有多少水进城 没形成水灾 只是把城墙泡塌了 后人的烟城战术是灌城 不是韩信的泡城 灌城就是掘开河坝 饮水对着城门灌 那在城门城墙垮塌之前 城里得进多少水呀 等城塌了再度绝口修堤坝 那已经形成水灾了 朋友不住地点头 张涵见大势已去 自尽报答项羽 赛网 窄网 降汉 关中地区全部归降了 从韩信骑兵到平定关中 仅用了两个多月 神速 刘邦打经大喜也大拒 公开对韩信承诺 你就好好打 你平定各国 灭了项羽之后 我与你平分天下 韩信大喜过望 更努力了 而刘邦时机 非常害怕韩信的本事 他想的是 你为我卖命到最后 最好是死在战场上 死不了 我也得杀了你 朋友问 史书说的 刘邦出兵杜林进 然后攻下英国 俘虏了英王司马昂 这是真的吗 我说 史记汉书这部分 全是假的 韩信风卷三秦 拿下关中之后 稍作修整 入冬时节 率兵横扫西魏 河南 韩阴四国 史书对此一笔带过 有一个主要原因 是刘邦此时 受韩信指挥 但是刘邦并没敢打仗 史书如果记载这一点了 会让刘邦太丢面子 史书说 西魏王 河南王是投降的 就彻底抹杀了 韩信的战功 还把韩信灭英王的战功 直接给了刘邦 韩信风卷残云一般 打下了四国 这四国旧王和三秦的塞王 宅王都被带到了刘邦那里 刘邦对韩信 又是嫉妒 又是害怕 但是不表露出来 他信誓旦旦地公开说过 带你平定各国 灭了项羽 我不但和你平分天下 还封你三不杀 见天不杀 见地不杀 天下任何兵器不杀 就是有天有地之处 都不能杀你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朋友问 这三不杀的传说 还是真的 我说 有的传说是真的 史书没敢记载 民间就口口相传了 我看到刘邦说这话的表情 极为真诚 一本正经 心里想的却是 将来杀的第一个功臣 就是你 韩信单纯 信以为真 很高兴 他师父教他的就是诚信 信义 他没那么多坏心眼 韩信在行仰修整之时 汉二年三月 水 木 土 火 金 五星 每天日落之后 在西方地平线上空聚合 或聚在一起 或连珠一线 啥是好看 当时很多人看到了 韩信一看 他跟师父学过天相 他明白 这是凶相 五星举于西方 对应到当时 就是不利于中原之国 他认为是不利于项羽 而利于华夏西部 利于汉中之地的刘邦 在刘邦召见重将的时候 韩信给刘邦道贺 大意是 今五星同出 距于西方 乃天下大兵格之相 五星距西方 不利中原之国 利我西方汉国 天相如此 我汉国必能全胜 刘邦不懂天相 心想 我这么卑微的亭长出身 真能被天不如此 他将信将疑地 看张良 请看下一集